so 我们将会开始live 啦 ok so 去我的facebook page 啊 去我的facebook page 啊 大家 我不是孙姿 so 我们将会开始live 啦 ok 去我的 ok 看到了 我们已经live 了 没有错 给一下声音啦 ok 有四个人了 so 大家如果看到我的话 记得点赞一下 ok 吗 确认一下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吗 听到的话给个赞哦 或者comment一个e好吗 comment一个e好吗 ok 等一下啊 等我share一share 先 来酷 你可以介绍自己了 hello everyone 我华语哦 ok so 我就哭啦 so basically 今天我将会讲解一些 about cash out property 的 theory 啦 ok ok 我觉得 mainly because 很多人有这种misconception 在那边 ok 其实 cash out 也不完全坏 也不完全坏 是你要知道那个安全措施在哪里的 ok so 听到我的朋友可以解我的意吗 今天如果你想要学 about cash out 的话 最重要你们要comment 呢 不然不comment哦 我们等一下不会分享那些秘诀了哦 哈哈哈哈 跟你讲啦 如果你要学这种东西 在他们外面是你需要给钱的 ok 我们就免费教一下你们哦 因为我觉得我们还行啦 ok so 等会要知道更多cashback的 你给我个1好吗 是 如果我讲到这个哦 我想分享一个新闻 我最近看到了 蛮有趣啦 ok so 呃 不懂大家有没有看过 等一下啊 我share看出来先 so 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的话哦 或者听到我们的话呢 可以comment 一下 如果你觉得cash out property 还可以的话啦 可能是直接comment 一个2 好不好 或者你不知道cash out property的 给你可以comment 一个3 所以如果你觉得cash out property 还可以的 你可以comment 一个2 或者你觉得cash out property 现在已经很难了 可以comment 一个3 来 so 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哦 哈哈哈 这样啦 如果我们不懂什么是cash out的 你就放0啦 嗯 嗯 right OK 来 等一下 我share screen 先 嗯 哇 没有到白 也是 讲到 讲到cash out 最近啦 为什么我会讲这个话题啦 其实 今天主要呢 我们要探讨一下到底其实cash out property啦 在我们讲现在啦 OK 2021年啦 大家都知道 呃 经济现在也是 慢慢的 我们讲slowing down啦 OK 我还不会讲说是crisis啦 啊 我觉得这也是slowing down的moment啦 所以如果是今天你是看是因为纯粹想要听一下property的market update 我觉得这个session是非常呃有趣的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share些真正的例子 所以讲到这边多酷我不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啊 最近 有 蛮疯到啊 最近很红 也不只是最近就是他之前的也是这样子啦 嗯啊 然后我只能讲呃 fundamental不在那边咯 说得出来很多人就是呃 cash out罢了啦 等一下很多人不知道fundamental是什么意思的咧 所以那个developer 他们在planning on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in terms of package啊 layout那些啊 没有很多数 所以你想一下突然间 有千多栋 多过sovo的东西 嗯 而且刚好sorry to say that啦 刚好落在这个mco的时候 所以一边是比较难讲的嘛 那些人 我不要讲venter或者是卖啦 都好啦都会影响 像the main thing 你看到这边啊 不有那么多option ok 其实 但是maily就是因为呃 这个是一部分 maily是因为它package 因为以前啊 你有新做compressor吗 haris我相信 你有经过compressor 不要这样 很多人不懂耶 哈哈哈哈 可能我们我们是low down一下 因为已经去到很technical了 因为我看到线上有很多人在观看啊 呃 好像cathleen有comment3 brian也是comment3 所以我看起来好像 大家对于市场的看法就是觉得 现在要cash out很难了 ok你有什么看法吗 这个 呃 对现在要cash out的确是比较难了 而且不像以前呢 以前你要cash out 呃 三间可以 但是你 不能cash out一间啦 这样呃 那当然你问我还有没有cash out的project呢 或者是sub sale啊 嗯 所以如果想知道的话呢 就留守到最后了 ok so so 其实现在啦我不懂 很多人会问我啦 like market上还有没有那种 呃 可以cash out一百千两百千的property ok 所以我有收到很多这样的enquiry啦 so 其实我们今天 我们想要知道 whether如果 我不懂你本身有没有plan过啦 或者是买 呃 那种option啊 sub sale啊 我知道option是不能cash out的 right 只能是sub sale才可以 ok so如果你有想过要买sub sale whether either今天你买sub sale 或者project都好啦 ok 你就是想cash out的话 ok 我忽略大家 ok 记得留守 我们今天这个分享 因为为什么 我们今天主要目的就是一样罢了 好 可以探讨到底 ok 我们讲cashback property对你好 还是对市场不好 嗯 ok so 呃 下面的朋友啊 如果你不懂cash out是什么啊 给我一个零啊 ok 我要知道到底有多少个人懂这个tom ok 这样back to 呃 我们讲所谓的呃 cash out啦 ok 或者我们讲property investment 好不好 back to funder mentor 啊 对 其实 有些人不懂咧 有些人问我 等下等下我再给你拿 不过haris 你可以share我那个 你可以share 你可以share 你可以share了 你share到我这个 你要share cool ok 呃 基本上 呃 我不懂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的ipad 你进入正题前啊 比如我们进入正题前啊 呃 我要给大家可以点个赞 嘛 哈哈 真的要点个赞 我把它分享 就是因为如果今天你有朋友啊 或者你本身自己呢 是有想过要买cash out property的话 啦 今天你一定要留守我们这个分享 因为其实呢 我们将会去探讨到底cash out property 还有还有什么优势吗 或者到底还是对市场好还是不好呢 等一下哭 你可以share了的我 我来你看 啊 可以吗 可以吗 没有ok 我知道怎么来 等下我弄回自己hol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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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ip 嗯 我觉得 or one thing 是fundamental就是 property investment 其实是一个long term 利用来的 ok 我不懂你们大家agree没有啦 通常我们都是这样 ok and say 我们有我买了这个property 我们本它升值 然后中间我们用rent 来cover instormant 或者一点点 可是我没有想过啦 那不止的时候啊 你在买的框下 你就先赚钱了 我讲的赚钱不是 I'm really like 不是那种 就是那种看到哪不知道 是接哪一笔钱出来 等一下 有人讲你声音很soft 你可以调高你的声音吗 OK 这样子会比较好吗 这样子 OK 这样子比较好啊 因为我超过迟到那个麦克 OK 基本上是谁讲 不可以先拿一笔钱出来 然后你还是走着 property investment but then 你是cash out 所以我们所谓的cash back 就是 你的 sub-sale的owner 会给你那笔钱 或者是你的project developer OK 因为这个东西很敏感 如果你真的是要知道 哪个project 哪个sub-sale 可以work的话 then you stay until the end OK 其实啊 一样的theory来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refinance 或者是讲呃 华语 我不是很清楚叫什么了啦 OK so basically refinance的话 你要等到你物质升值 so我们 usually我们是讲3年啦 所以你拿3年哦 如果你物质升值了过后 它有那个market value了吗 有那个bank value so bank 这样就让你再借多一笔钱 可能借更高的贷款 然后管你 这个是black的为 你要share国吗 你的金是黑色的 对的 我还没有写东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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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e thing is OK 如果你看啊 呃 很多人会讲 refinance 就是够套一笔钱出来吗 其实cash out property啊 是跟refinance很similar的 你只要想一下 你把那个end的东西 翻过来前面罢了 你分分钟可以做两次了 OK 人家10年可能只做一次 你10年做两次 OK 这样哦 其实啊 如果你cash out了那笔钱啊 你再想一下啊 你cash out了啊 Let's say for example Let's say for example 你讲这个property啦 OK 我cash out了 我cash out了 你 Let's say for这个property啦 我cash out了 然后我的个比 OK Let's say 讲啦 OK 你cash out了 我cash out了 100千好不好 这可以给你的gain来的吗 OK 只要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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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K 只要我的rental yya 我cash out了 我cash out了 ok 只要我的Rental ok 等于我的Installment 好不好 ok 这样我问你啦 这段时间你还有什么东西是要给钱的 你只是给一些Taxes啊 Land Tax啊 Property Assessment Tax啊 这种小小的东西 这样after that 10年购后你物质涨价了 你的直接物质是免费的 而且 on top of that 你在10年前你已经有100钱了 然后这100钱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ok 这个是我们所谓讲的 风手超白狼 ok 也是一本书关于这种的 ok 基本上就是 你用银行的钱来转出来 ok 然后有人帮你供物质 这样哦 你要明白Cashback的话 ok 今天啦 我做一个例子给你们看 ok 今天Lexy讲啦 你们要买个 300钱的物质好不好 ok 我不要讲到太远啦 300千就好了 ok 像300千啊 300千啊 ok 像300千吧 ok 像300千吧 Taxe price ok 你要给头期 你要给这些那些 所以我们Split两个Column好不好 ok 如果这个是你300千的 ok 等一下 ok 300千的物质我们Split两个Column ok 第一个情况是 我们完完全全 呃 没有Cashout的 ok 就是我们照一样 Selling price ok 300千 ok 另外一个我们Cashout好不好 ok 我们看它高一点了 我们就消五百千咯 因为我们mark up那个价钱的嘛 ok 就五百千啦 对吧 now then 如果你没有Cashout的话 ok 你的Lone Legal Fees 那些会 OK 可能有些人会argue啦 我要给多一点Fees 因为我物质价钱比较高 可是你算到来后面是白的 ok 为什么啊 ok now 你看一下哦 Legal Fees ok 300千的物质啦 ok 大概是个十五千左右 sorry 大概是个十千左右 ok 那如果你一个五百千的物质哦 你的Legal Fees 大概啦 是贵多个五千块 ok 现在你给了五千块了嘛 对不对 你可能觉得没有那么值得嘛 让我们再探讨下去啊 ok 那不如 我说买呃 down payment好不好 像这边down payment ok 这边down payment一样哦 嗯 你要给三十千 嗯 可是你要知道哦 我在U手边 我mark出去五百千 Owner也是ups with 一样的value的 因为这个市场上面 你这个所谓的呃 有 有市无价 有价五市 so 你有什么人买嘛 so 你可以找这种cashout product哦 你的down payment还是一样的 嗯 ok 这样come back to 呃 你down payment 三十千 你还有什么钱要给 Harris 你觉得还有什么钱我miss了 commission 哈哈哈哈 那个小时 那个是卖的时候啊 ok 这样我现在放 还有一个啦 就是你的renovation cost 因为你不一定是有furniture 有一些可能他有了一些没有 所以renovation ok 如果你讲这样子的物质 二十五千 你可以搞定了啦 ok 如果想要contact的话 你可以跟我拿啦 ok renovation 25千 这样其实啊 如果你看回来这边啊 ok 这边零零种种啊 ok 全部加起来啊 好不好 十千三十二十五 他左边跟右边差别只是个五千块 ok 这边啊 ok 我就放在这边了 这边total ok 你是减 十千 ok 如果你cashback三百千的话 你total 你是减六十五千 你是减六十五千 一分是大概是一个五千块啦 那可是 ok 你可以知道一下啊 ok 我们给了这笔钱 但我们一定要赚到的吧 那我给你看一下 如果你有cashout的话 ok 这边啊 cashout ok 等下我再跟你解释 你让我写啊 ok 这边是零 这边是一个 八十千 ok 怎样算这个cashout啊 ok 那你看啊 从我们的selling price 500千啦 嗯 ok 我们结论都是这90%的嘛 嗯 我写在这边啊 ok say for example啊 loan amount ok 四百五十千 因为你90% 哦 五百千嘛 所以你是借四百五十千 ok 那我扣掉借 0033的 我算 ok 90%啊好不好 3% interest 三十五年 ok 现在你再看哦 这边 五百五十千我借了嘛 我给掉这 我给掉 我要亏掉我那笔 300 300千的价钱的嘛 嗯 我还有百五千嘛 ok 像百五千 我扣掉七十千 呃 其实 当费门我不用刷了 不过不用紧 我再加买进去好不好 我可以cash up 我扣掉这钱啦 我还五千啊 我扣掉七十千 我还有八十千剩 嗯 对 这八十千啊 你要怎样用 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了 那我可以跟你讲很多年轻人拿了 ok sorry啊 我可以跟你讲很多年轻人拿了这笔钱啊 八十千啊 ok 呃你不要乱花 你不要想做呃要去买一些什么车食品还是什么啊 ok 你如果会的话 你用去一些地方哦 因为你要知道我今天mortgage mortgage的interest是3% ok 看到吗 mortgage的interest啊 是个3% so 其实你只要去invest in something啊 which is more than 3% 你就开始赚了 就是我不要讲我不要讲什么啦 你就算真的你你真的 你不会的话 你放进unitrust ok no easily ok unitrust啊 啊 我没有卖unitrust啊 by the way ok我只是告诉你们 你再讲你放进unitrust ok maybe啦 your return is 5 to 6% percent 一年 ok 这样5 to 6一年啊 你扣掉你3% 你的net不是2 to 3%了哦 这样你就在赚钱了嘛 而且你用的不是你自己的钱哦 ok now 而且unitrust is stable now for example 如果你真的真的 ok 你不要丢进unitrust好不好 我教你的八十千你可以这样做 ok 那八十千啊 有个东西叫flexi loan ok 那不懂的人呢 等下你stay until the end ok 如果你要问什么Q&A 等下 until the end 会有人跟你解释的 soflexi loan的话 它的意思是讲 你可以哦 放一笔钱进去 然后你要几十拿出来 都可以再拿回出来 可以这样八十千啊 ok by the way 这个是mortgage 就是你的物质的套中来的 ok 这样子啦 这八十千哦 我丢回进去这边 ok 我省掉我利息 I save 3% interest ok 这个是the least minimum you can do 这样你就问我 哎呀 这样我又把这八十千放回去 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这样你没有想过其实啊 今天啊 ok 如果你cash out的话啦 你看你要不要cash out这样多啦 我是建议是cash out准啦 如果那个property 是good的话 你想一下你renovation不用自己出钱 ok 你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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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down payment你不用出 你的legal fee你不用出 比起多边啦 如果不mark up的话 不cash out的话 你要自己出过六十五千 我问你啦哪一个比较值得 ok 我再问回你一个问题啦 有多少个年轻人可以afford 给到六十五千 ok 像我再问回你的问题 有个关键点啦 呃 有人问啦 嗯 像其实我们讲cash out 你所给的例子都非常 我觉得都 非常壮观啦 就是assuming 全部东西 Valuation 都拿到嘛 这样 其实关键我觉得在于 有些人会好奇啦 现在的market 还有这样的 优势 ok 呃 总是 肯定会有 而且我可以跟人家 boco circle sircle sircle property啦 这样那些如果有好奇的话 你们记得记得把我们点赞 分享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留言那边 我发了一个link啦 ok 我不懂大家看到没有 是一个zoom meeting link 来的 所以等一下呢过了这一场直播过后啊 我们还有多一场 ok 这个是private session 啦 是否那些有按进来link的人呢 ok 我们将会分享 到底如何用这个strategy呢 ok 再以现在的市场啊 现在的market呢 来做投资 所以如果那些你有一点点的好奇型啊啊 记得留守到最后啦 ok 我那个我再回答一下啊 我那个touch out the project哪里 我可以跟你讲啦 你看去pujong pj3 kombangan 呃 wongsa maju 你要我通通可以找到给你 可是problem就是啊 他到底是这个好的project 嗯 所以 为什么你会问我到底市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manager 是啥的呢 有啊 就是因为有些人他要几次要拿钱出来 而且你想一下啊 中project 或者是呃 我不要讲project 我讲subshow啦 可能他们之前就买了 所以他们没有没有没有吃亏了 嗯 ok 所以他卖给你他也没有亏什么啊 可是 你就赚了哦 而且这种project啊 所以有一个好处就是啊 目前我都在看啦 ok 就是他rental可以cover到installment 嗯 你要知道哪里可以做到这样的东西 ok 等下你就证明了 ok 那 上面读我刚刚这个 这个thing啊 so the worst thing啊 你可以做的就是 ok你这80钱 你丢了就去你flexi loan 就是clear掉你80钱的principle 可是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啊 以后如果 我再讲你emergency啦 你要拿个80钱出来啊 你也可以拿 可是我每个月可能工作几百块罢了 所以 ok 所以 还给你个comparation啊 ok 那很多人会可能觉得呃 呃 呃 如果我 不cashout的话 300千的物质啦 ok no cashout啊 嗯 用我的installment 蛮利啦 ok 大概是个钱一块 嗯 如果我cashout的话 我的installment大概是个 17块 大别大吗 600块 ok 你讲大不是很大 你讲小也不是很小啦 ok 这样 我给你看一下那个卡别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讲rental 我们放在中间好不好 如果你找到project rental大概是千四啦 ok 因为rental是 呃 呃 多一点钱的话啦 ok 你是positive 300的我 呀 对啊 你是positive ok 如果你在左边的话 你是positive 300的我 每个月300块啦 ok 不是300千啦 300千你要等十年 嗯 ok 300块 ok sorry啊 这个是这个是点啊 你很早 ok 好 你看啊 很多人会argue 我每个月拿300块租金 不好咩 ok 这样再问回自己啦 until the end of the year 你要交税 rental income 这些那些 我相信300块其实没有什么差的 就代表daddy吧 这样 我如果真的不算这些啦 ok 一年来讲啦 我是多了个三千六 ok 这样我算十年了好不好 嗯 十年了 我会多了个 三十六千 ok 就是我的right hand side right ok 十年 哇 我就亏了三十六千哦 讲真的啦 你有亏咩 你只是丢回进去给你的principle吧 ok 那这个concept可能大家不是很明白 ok 那不用紧 你先给我讲完先啦 ok 有什么question你们在下面问 ok 那如果 ok so 十年三十六千 一个是负三十六 一个是加三十六 ok 这样你想一想啊 我在这边啦 我有一个positive 80千的cash flow 嗯 我扣掉这个啦 对 老婆 我是有positive 四十四千 对 这个而且这个是我在第一年就拿到我 第一年就拿到我 嗯 这个的话呢 我要每一个月三百块 还是我先拿八十千 每一个月给三百块 我贴个十年 我还有四十四千的 所以哪一个会比较好 嗯 我觉得这个两次哪是四千比较好 哈哈哈哈 当然啦 因为Haris本身 他是 呃 有买过这样子的project的 ok 所以等下我等下会让他share啦 ok 如果想要知道 ok 就留守到最后 then of course 就是one last thing 我要讲的就是 when你买这种project的时候啊 有三大要素啊 三大东西啊 你一定要注意的 ok 因为不是讲你乱乱 有 哇这个developer给我cashback 哦 我买咯 就搞到很多 市场上就开始很多这种 好像刚刚一开始Haris show 那样的project ok 就三样东西啦 first thing你要注意的是 developer ok 因为 也就是matter的 如果他做的东西不好的话啦 你就会给你cashout都好啦 到最后你买那个物质啊 他跌价啊 你要还银行的 你要过后要clear掉那个loan啊 你更假啦 嗯 ok developer很重要 而且它会影响到你renter so developer location 这个我放在一起啦 ok 第二个就是你要看 compress loan 有没有多人做 这个可能现在比较难了啦 ok 如果这个project很多人 做compress loan 就这样一下子给我买几间 cashout 在他们能力范围以上 嗯 你就要小心 ok 因为有很多lilong 一lilong的话 你的物质的价钱呢 也会跟着跌了 做你的意思啊 ok for那些不懂意思 什么叫compress loan ok 我相信 看这线上的人可能 我们有看过很多property啦 有一些他们是叫你讲investment的 有些呢 他可能是mine in ownstay的 right so complex loan呢 其实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就是很多人是会 我们讲 被套入啊 就是他们会去买同样的项目 ok 去cash out同样的 amount 然后大家就 算是呃 从中就是可能 还没真正买就已经赚钱的那种 property啦 ok so 好像如果我们看五年前有很多发展商 不是讲发展商啦 是investor啦 他们会 在同样的时间 买几间 ok 在 进回 I mean 他们会同时间进bank apply loan 然后就拿到一笔钱出来 so 那个我们其实会 大力建议 不要 因为要看那 那个 呃 我们讲是什么 为了cash out而cash out 而是我们要真正去看那 那个项目到底他的value是在 在哪里 嗯 ok so compress loan就好像大概harry 上去讲啦 ok of course ok你要注意的就是 rental ok 他必须要大过 嗯 80% 嗯 of 你的 呃工期啦 其实我应该是华语 嗯 他必须要大过80%的工期 为什么啊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跟你讲的 property啊 稳赚不亏 因为你每个月总是放回去 你买物质的这些钱 嘛啦 利息根本就是人家来帮你设的 你的你的租客 你只要服务就三样啦 我可以跟你讲啦 你其实买cash out project 你这么担心 ok 可是有时候你要担心的东西 就是说 那个project三百千 如果你cash out三百千 这种ratio可能太大啦 你要小心啦 啊 我们呢会有一些 of course recommended的一些project ok 我们跟你讲 你这个project 其实 他是怎样做 他是拿来做A B&B 他是拿来做什么 或者是你先cash out先 你拿一部分来装修 如此类的 ok so stay tuned until the end and then 我觉得 you'll get something ok but of course 现在呢 我会让我的 haris ok 分享一下他本身的经验 因为哦 他本身啊 就只有在往这 cashback 而且还不久了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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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重点是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就是投资这样的项目啦 就可以让你无需要出任何资金 就可以买到一个项目 而且还有给你多余的现金流 ok 我相信在市场上现在啦 不缺的是投资者啦 可以这样讲吗 大家 断层吗 ok 我们不缺的是投资者 反而我们缺的是 呃 一个 就是好像是酷所讲的 如果可以用 租金啊 ok at least cover 我们讲80%of公企 还有这样的项目吗 讲证 大家如果你觉得还有这样的项目 你可以comment 6一下 如果你觉得现在 在market上很难cover 80%的 你可以comment 7 好 所以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你comment6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rental 是靠不到公企 你可以comment7 所以大家可以有一些互动 给brian讲yes ok 所以不比我share screen一下 ok ok 讲到这一边啦 ok 大家还在看着这个视频的话啦 记得记得 点击一下我们的link啊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在comment box那边 留了一个zoomlink ok 这个zoomlink呢 他肯定可以让你学到新的东西 ok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今天我们讲投资啦 ok 投资其实有什么 呃 还有什么机会吗 这个市场上 ok whereby我们讲cash out so 其实我想share一个真正的例子啦 ok 这个例子呢 其实可能 你们有看过 ok 以前我们 呃都会去study的 ok right so我们讲cash out啦 到底成功的例子是怎样啦 so大家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正的实际的 ok实际的一个例子 ok 所以如果你不要错过 你不要错过这个投资机会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呢 就留守到最后 因为我们还有10分钟罢了 因为过了这10分钟过后啦 ok 我们将会move to private session 所以如果你不要错过 记得按下我们的那个comment box里面 而重点呢 我要跟大家分析一个real case study啦 我觉得这个这个case study呢 将会帮助你到底对于cash out project 有一点点的概念 ok 所以其实讲回cash out property啦 这样其实在现在这个时期还是很没有咧 我本身会给大家一个例子 ok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猜得出这个照片在哪里 如果你猜得出可以comment一下吗 你觉得这个地方在哪里 ok 这个是真正的例子啊 ok 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 你可以comment一下 它是KM吗 它是KM吗 好 我猜看 最重要你们可以 你们要comment在以下 不然我就不会透露给大家知道哦 所以如果那些你要cash out的 你还是找着投资项目 又要稳的租金啦 加上可以cover80% 你的instormant啦 ok 只要留守这5分钟 因为我将会透露一个project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有投资的 ok 这个是真正的例子啊 真实的例子 好不好 ok 所以其实这个项目呢 ok 我给大家一个 一个 example啦 看你们 会不会投资 好不好 所以他这个项目是4房 ok 它是4个房 然后呢 它是可以连接去mork & rt ok 再加上呢 ok 它的spa价钱是大概1.1M 因为这个区里面呢 是很难找到少过1M的project啦 讲真的 ok 因为它那个区是算很mature 所以大家猜到吗 如果猜到的话 可以comment在billow 你觉得这个区域在哪里 哈哈 猜看完了 猜看完了 没有对于错的 可是这个区大家应该都会蛮熟悉 它是算KL里面 蛮hot的一个investment area ok 它的名称是starting b的 ok 所以如果大家猜到的话 你们可以写 写在comment里面 好不好 ok 所以记得写哦 ok 我看到melisa 我看到bryan 我看到tyson ok 所以讲到这边了 ok 这个项目呢 它是1.1M 它是大概900 就是40的钱了 ok 所以它大概呢 instormant加maintainance 以一个million 一个900多千的物质啦 是大概4000块 然后它的租金呢 是大概3500块 所以你想想看 这样的项目你会投资吗 如果你觉得你会投资的话 你comment一个bug 如果你觉得不会投资的话 你comment一个9 啊 所以很重要哦 因为当你看到这个真实的例子 你就知道到底cash out project 到底可以怎样帮助到你 ok 这个是我真实的例子 是我自己投资着的 所以其实呢 我出了多少钱呢 其实我当朋友们是不需要出钱 它是算零了 就是零资本 然后呢 它可以给我cash pack 40的钱 cash pack 40的钱啊 也就是说我每个月啦 ok 我给的instormen4000了 对吗 所以我仍得是大概3500 所以我是算 negative cash啦 所以我每个月还要补贴500块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哈哈哈哈 而且我觉得heris 其实他的rental算蛮conservative 我觉得应该会多一点点啦 你想一下四方带 direct link to more 跟MRT 啊 我们就算三圈五圈啦 ok so 我是用最最 worth的例子啦 因为现在mco嘛 在这个area 其实如果你猜到的话呢 他是叫bansar self啦 so 很明显 其实你看他的照片 就很像bansar self的quanto啦 好 其实bansar self在这个mco期间呢 是 mco 也很多人不能travel的关系啦 so rental来讲以前呢 是可能上4000 4000 现在是大概3500啦 所以每个月我要补贴大概500块 那么如果我可以cash out 40千来讲 也就是说我的holding power啦 ok 我用这个40千去供的话 大概有80个月呢 我是不需要用到自己的钱 ok 大概80个月 我用一个例子啦 80个月 所以其实呢 你这样看的话啦 其实80个月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 每个月算的话是大概 六 六年的我是不需要去供的 所以如果我用一个3%来算的话啦 我总共的application 其实可以需要19.5% 3%其实是已经算最低了 所以如果我算 for一个六年 我的增长空间 ok based on一个million来讲 是大概195千 ok 所以想要赚这样的钱 不需要出 any资金 然后还有一个195千 等着你了 如果你要的话 你点个赞 最重要呢 你comment一个10 因为等一下呢 我们将会 share你一个tips 如何在现在的market 赚取这样的陷阱 哦 讲到这一边了 ok so今天呢 for这个session呢 ok 如果你不要错过 你可以点击我们的zoom 因为我们的zoom即将要开始了 而且今天我们将会透露一个 很有趣的项目 因为这个project呢 ok 我可以share大家一个 几个tips啦 他是LRT connected 他是walking distance shopping mall的 加上他可以做fully furnished ok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出任何资金啊 ok 他有4层的facility 而且是向golf cost view的 right so其实view来讲是包美的啦 最重要 ok 他有ready tenant 而且可以让你cash out 而且可以让你cash out 所以如果let's say 今天你不要错过这样的项目 记得点击我们的zoom 因为我们将会准准现在啦 9点半呢 将会移去一个private session 所以如果你不要错过的话 记得点击我们的link ok 我们将会开始 我们将会开始了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不要错过的话 记得点击我们的zoom 我们现在即将会开始 ok 所以如果你学到东西的话 记得帮我们点个赞 share出去 重点就是 before你决定cash out or not 记得要做你的homework right because其实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我们的zoomlink 因为我们即将会跟大家透露呢 一个稳赚的投资项目 而且可以cash out ok 我已经放上comment box了 如果你不要错过的话 记得点击 好不好 so我们下次见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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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拜拜 拜拜